航安整备及应变 船舶之建造需经造船技师等专业人员设计或签证 并由合格造船厂新建后再经航证机关检查通过 使能取得航行执照 且每年需接受定期检查 通过后使准于航行 交通部每年载客船舶航行安全督导检查小组 针对各航线进行不定期抽查 如有危机航行安全 依法要求改善后方准航行 超载是船舶引起意外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维护载客船舶舶航行安全 船舶所有人应确实遵守船舶法之载客规定 influencers 接近中共的航行 投票